真主黨怒火9月27號 真主黨旗射火箭反擊以色列 在更早25號 那麼真主黨表示 使用了一枚卡德爾E型的彈道導彈 袭击以色列情報跟特勤局 每枚報導可能動用的是 帶有重型彈道導彈 另外在夜門的胡塞組織參戰了 朝人以色列的台拉維夫發射飛彈 但是遭到攔截 我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 這個真主黨的領袖 就是這邊寫的是納斯拉勒 因為有些翻譯不一樣 有些拉斯魯拉 已經確定他已經被殘滅了 這是最新的消息 對 原來我剛剛看了 原來是說他們還生死未明 因為昨天丟了那顆炸彈 就是針對他要炸的 因為揉他了 那原來以色列自己講說 他已經把他炸死了 可是真主黨沒有在世 那剛剛我得到的消息 其實真主黨自己說 他確實是被殘滅了 那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色列在這次戰爭之中 他之前的摩薩德還是非常的厲害 他情況收集的很確實 你看看他雖然說到現在為止 我們講了1600個目標 但是這1600個目標 他轟炸的目標來講的話 絕對是彈無虛發 不是狂風濫炸 到處去亂丟大戰 他每個點每個點 他都已經給你收集得很清楚 你這個真主黨領袖 你住哪一棟房子 那前兩天打死的是誰呢 是他們的飛彈指揮官也被打死 無人機指揮官也被打死 所以他每個指揮官 你的指揮官的位置 他都摸得很清楚 情報都很確實 然後你要跑你都跑不掉 那另外打的是什麼呢 譬如說他的火箭發射基地 他也針對你的幾個地方來打 那在之前我們看到 他BBCO爆炸事件 也都是針對你的真主黨領袖 所以一開始 先把你的指揮鏈都給你打掉 你所有指揮官都被幹掉了 那你的通訊系統也全部被斷掉 在這個時候我相信 很快的他應該會發動地面攻勢 因為他目標就是希望說 是把這個真主黨 趕離黎巴頓地區30公里以上 然後讓他的遷到 以色列中部地區的這些民眾 可以回到北部的家園 這是他作戰的目標在這邊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特別有幾點提出來 我們必須要擔心的 這個你現在以色列來講 你有沒有那麼多的兵力可以用 你畢竟來講的話 你加上那邊那個問題 還沒有解決 你總共原來你的長輩軍是10萬 那時候動員了30萬的後輩軍人 那這兩天他又傳說 他又動員了兩個後輩率 那你這兩個後輩率動員 大概我想估計最少也有一萬人 那你動員那麼多部隊 你這邊越在河西岸 加紮走廊那邊 你現在又要在這邊揮軍 進入這個黎巴頓地區 那地面作戰跟空中攻擊 那就不一樣了 那你就是真相實戰 我們在加上地區就看得到 雖然說是以色列來講 一直是在打身上 他傷亡也很少 跟這個哈馬斯比例起來是差很多 可是你不得不承認 就是黎巴頓這政策長 他在南部地區來講 這2006年到現在18年的時間 我相信他一定有經營一些 他的據點公司 譬如說是學哈馬斯 挖地下道做這些工程 那你現在如果說是 主力部隊投進去以後 會不會在這邊 也遭遇到像加沙那個地方 陷在這個地方 好那後面問題就來了 緊接著下來是誰要下場 美國會不會就要下場 萬一以色列 納蘭亞我現在吃力離美國 就是你非要來救我不可 就把你美國綁進來 那美國氣得要死 你為什麼氣得要死 因為我們看到 他的國防部長 本來這時候要去以色列去訪問 他就不去了 然後這時候來講的話 那我們看到這個聯合國 他們那邊也全部 納蘭亞也做的時候大家都走 美國本來就想從東東抽身 然後全力在東亞這邊 來應付中國 現在來講他抽不了身 就陷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次以色列來講 打這場戰爭 他打的算盤 納蘭亞打的算盤 就是把美國拖下水了 那現在也證明 美國一定會不會拖下水 我們可以看到 這最近消息 剛剛這個將軍告訴大家 那麼已經也正式宣佈擊斃了 比巴嫩真主黨領袖納斯拉勒 那麼真主黨也證實了 在最高領袖死於以軍的 這場空襲當中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彭博社報導 中東投資者對大陸投資 刷新了新紀錄 距離年底三個月時間 中國公司在大中華區的交易 已經來到了90億美元 另一方面 先請我們一起討論了 溝通如果要吃下英特 要舉債770億美元 美媒分析 這個信平恐怕被降至垃圾級 今天委員 我好像第一時間 我在講過 如果是高通買下英特爾的話 就要放空高通 他現在自己也承認了 對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委員就告訴大家 要放空高通 阿拉伯國家是坦白講 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算是神級的投資者 已經到地 除那個笨笨的相信 瑞士信貸銀行 被瑞士信貸銀行的政府 給騙了30億美元以外 我沒想過瑞士政府也會騙人 被詐騙了30億美元 除此之外 他們在美國投資 各地投資 似乎都是贏多輸傻 這個投資眼光神准 就舉最近的例子來講 他花了幾億美金 投資了中國的澳元地產公司 結果投資完了以後 這個隔了三天 大陸就宣佈降息 降準 那個什麼 什麼這個互惠便利 等等措施出來 上海股市也漲 深圳股市也漲 香港股市也漲 光光他投資的澳元公司 在香港的股市上 到今天為止漲了200% 200個 不到一個禮拜 這個連NVIDIA都沒有這種漲勢 真的很神的眼光 所以不得不佩服他很神的眼光 他那一家公司叫貓胎購 翻譯成中文叫多金公司 多金基金 都是阿聯酋的那個 黃市阿聯酋的這些人投的 算是一個準國營企業的投資公司 有一套 不只這一家啦 他們都看準了中國可以投資的時間來了 因為中國的股票已經在歷史性的低檔 中國的房地產也在歷史性的低檔 他們看得出來手上又有錢 那只是要跟中國政府談條件 談什麼條件啊 說你中國政府不要動不動 就是這個要批准那個要批准 我們阿拉伯人不習慣 跟你們官方打交道 你告訴我開個通行證 像我阿拉伯人到美國去投資 石油美元愛投資什麼投資 哪需要美國政府批准 有沒有快速通關是不是 什麼連通關都不用啦 直接空降對不對 他們好像不可以買房地產吧 不可以買中國的房地產 他們買地產股啊 他換個方式啦 所以這裡有趣就在這裡 當然中國政府對於中東的資金 也的確是開始懂了 我講那個開放的原理 你不開放 你這裡的限制 那你限制要申請那你限制 誰要去裡面投資啊 因為他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更換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